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气度 我们怎么能不称一下热度呢 这个游戏你知道了没有 Elden Ring 这个中文怎么翻译 我现在都已经忘了 因为看了英文就忘中文 那那个Ring是翻译成法轮是不是 法轮听起来怪怪的 法轮大法 不是跟法轮功没关系 还是翻译成法环好像是 因为Ring这个字就你知道一圈 那这游戏反正 那很多人都已经在玩了 我觉得我都已经迟到了 I'm late to the party 我到了 我迟到了 我在party了 可是我迟到了 那这边就说了一下下 你为什么应该玩 一个beginner's guide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你问我会不会玩 我会 我相信我迟早会 迟早会玩 迟早 时间问题 英文怎么讲 It's a matter of time that I play this game 现在敢不敢马上玩 不太敢 他会吞我的人生 It's going to swallow me whole 会把整个人吞下去 然后吐出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想不想玩 很想玩 敢不敢玩 不敢玩 So it's quite a dilemma for me 好 anyway 我们来看一下 好所以他被认为是 one of the greatest games of all time 这个of all time 就有史以来 one of the 那没我 所以大概也不能说是最棒的 但其实是最棒的之中一个这样子 Hail这个字就是被大家认为 就yeah hail 对着你拜拜之类的那种感觉 Hail 他可以一直打招呼 说我从哪里来 I'm hailing from Taiwan 但如果说你被Hail 就是一个被大家认为致敬的概念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说的 大概两段话就够了 So Elden Ring Has a Metacritic rating of 97% 所以很高的机关 快一百分了 If you type its name into Twitter You will be flooded with praise and anecdotes from players who have already spent many hours immersed in its arcane world 用了几个蛮酷的字 要是你在Twitter打这个字的时候 打这个名字 You type its name into Twitter 你就会被flooded 这个flood就是淹水 洪水 所以你就像洪水被淹过般 You'll be flooded with what 称赞 Praise 以及anecdotes 这个字我最近好常看到 不管是我在像做Twitter 不做影片 或者是做这个 或者是我在补习班上课 所以这个字就是 因为它被翻译成意识 这个意识就是 意就是这个 你知道故事 意 我要找到它 这个 OK 我个人不太喜欢中文的翻译 说实在的 这个anecdote就是 多半是一个personal account of something OK A personal account of a story A personal story 可是这个anecdote也不见得一定是自己的就是了 所以你可以说 我有一个anecdote 从我的哥哥那边听来的 Oh that's an anecdote too OK anecdote 那它也可以常常变成副词或形容词 所以anecdotal account OK anecdotally 所以讲一个句子 然后就anecdotally当开头 就是我来一个个人的故事分享一下给你听 然后anecdotally 逗典 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讲下去 好 所以这边这个anecdotes 所以就是很多人个人的一些小故事 玩这个游戏 他们花了很多个小时 泡在这一个魔幻世界里面 所以immerse这个字就是泡在里面 immerse 近在里面 OK 所以一个immersive experience 我们好像做过这一集 就是你知道你站在那种那种艺术的 那讲什么 那种展 有没有 光影展 然后你就整个泡在一个 例如说 那个割掉左边耳朵 那个是谁 范骨的一个字画像 你就泡在它里面 所以那个好像叫做 immersive experience 那我们讲说 教语言 例如说 从小就读那个 英文的幼稚园 你可能叫做 all english kindergarten 也ok不是说错 可能你也可以把它说成 english immersion school 所以如果先加一个 english immersion 就是泡在英文里的 所以english immersion school 我们就用幼稚园好了 kindergarten 所以这个也可以翻译成全英文幼稚园 english immersion 进去以后就不能讲中文 所以很多人就 已经在里面泡了很多小时 arkane这个字就是 很玄的很难很迷的很难理解的 所以一般在游戏里面 或之类的 他们会用arcane这个字来去 来去描述一些不可解的神秘力量 arcane a mysterious power that is beyond explanation 大概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但它到底是什么呢 what exactly is this game why are people obsessed with it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沉迷在里面 obsessed这个词 obsession 沉迷 ok 为什么你应该加入他们 why should you join them is it too hard 是不是太难 因为我大概大概大概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游戏好像 行下来都知道 他们称这个为什么 魂系游戏 因为就有一个游戏 他一直以来都用soul这个字 当他的游戏名称的一部分 就是灵魂 就是魂 那你大家都知道 dark soul 好像分了好几代 我是都没玩过啦 可是我看到 我现在看到elden ring 听到大家称赞成这样 我真的也蛮想玩的 我们再看这一段就好了 elden ring is the latest game from veteran japanese studio from software 所以这是他的日文名字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游戏的作者 这样子 最新的 the creator of the critically acclaimed soul series 你看出现了 灵魂系列 souls 那他从2009年开始 demon souls 一开始这个恶魔之魂 还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continue through the dark souls trilogy 你看说我刚刚没说错 他的dark souls出了三部 所以三部曲就叫做trilogy 打一下这个字 trilogy三部曲 那前面还有一个这个词叫verent 就是他是老手没问题 就是老兵老将 那而他就是一个这个critically acclaimed 这个游戏的创造者 所以这个就是critically acclaimed 是很常走在一起的两个字 OK critically acclaimed 我们简单一点的说就是这个 很受欢迎大家给他很大受好评 所以一个东西大受好评 你就可以说他是critically acclaimed acclaimed这个字其实就是不错的事情 好的事情 acclaimed All right so critically acclaimed critically acclaimed 有时候讲英文讲的不清楚 是不OK的 所以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游戏 所以开放式世界 open world 角色扮演role playing 而且他强调还是一个冒险游戏 事实上这都不一样 如果是角色扮演游戏他不见得是冒险游戏 冒险游戏是自己的一个流派 那当然他有混在一起 他是一种hybrid open world role playing adventure game cool 那他的设定是在一个已经毁坏掉的一个世界 所以用一个这个词叫做ravaged so it's a ravaged place 所以ravaged这个字 整个被肆虐过的一个地方 像如果台风吹过了台湾 那台湾有些地方就会被台风ravaged掉 这样子ravaged 那他被称为the lands between OK 地狱跟天堂间 或者是地狱跟人间的中间的一块 the lands between OK 所以在那边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itular artifact has led to wars and chaos 这个titular我们最近好像看过几次 那你还记不记得斗争俱乐部也出现过这个字 我说真的 我在这二十多年的英文的这个二三十年的泡在英文的世界中 titular这个字是我这两个月左右吧 竟然是两次看到他 那在我过去的人生中几乎没有看过他 所以你看可能是因为我以前读的文章比较主要是时事上的报道 也比较少看这种游戏类的专门游戏类的或者是比较少看到 反正就是新闻外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看了以前都比较政治方面 什么的 分享这个干什么 好不讲这个了 来回来 所以这个titular就title里面的 所以有这个东西叫做Elden Ring 就是title里面这个东西有出现在游戏里 然后他的这个artifact就是类似文物的概念 他导致了战争跟混乱 chaos 那你就是一个warrior 那你的任务就是要来回 restore这个ring 对 然后变成了新的王国里面的new ruler that's it 那你要干嘛呢 所以你就是在里面乱打怪 就是if you've played a witcher or Elder Scrolls game 所以这两个不同的游戏的一个franchise which就翻成 呃 呃 不是巫师 呃 其实上就是那个猎魔式的那一个 那个那个影集的游戏版本 所以猎魔式这个影集是从那个游戏出来的 其实 whicher中文怎么翻呢 难道翻成 绝对不是巫师 好 我大概就不去交着这一点了 有兴趣的自己找一下 那Elder Scrolls 那个上古卷轴系列 啊 我有玩过他的那个oblivion 真他妈的好玩 好 所以你要是玩过这样的话 you will get it pretty quickly 很好 essentially 基本上来说 所以essentially这个词很好拿来当成一个开句子的一个字 因为我们中文也常讲嘛 啊基本上来说 对不对 所以你讲essentially可以 那现在字典里面这个basically这个字也行了 so basically然后开始讲很ok的 you will be exploring a vast kingdom filled with castles caves and spooky dungeons 所以你会去探访一个开探一个很广大的王国 所以vast是很大的王国 充满了城堡 山洞 以及这个鬼鬼 所以spooky的 很可怕的 你当拳就地下城 当拳这个词应该没问题 地下城 然后你就打了一堆啊 一堆的monster from tiny imps to lumbering trolls and fire breathing dragons 各种都有 这个im就小小的那种怪兽 那troll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蛮想找个图片给你看 不过事实上troll在金石金的用法 常会被理解为是那个 网路上的酸民 叫做troll 那好像以前有个神话故事讲的 他是一个桥下住的一个怪兽 一个妖怪 那那个就不管了 先算了 所以lumbering trolls 那还有这个土火的空龙 这些的 而这个时间 当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while doing this you will also meet non-player characters 我们叫他NPC 你会遇到一多NPC who give you challenging quests 给你有挑战的 很挑战的一些任务 and if you're lucky valuable rewards 会给你很有价值的一些回报 先的武器啊 先的设备啊 装备这些的 大概就这样 所以如果读到这里 你觉得 这又怎么样的话 you're missing the point 这种游戏 你进去玩之后 你才知道 哇 你整个人就是 你的人生就被吞进去了 所以again 我不敢玩 可是我还真的蛮想玩的 好了 我们是在教英文 回头看一下 今天看过的东西 anecdote 就个人的一些 personal account of a story OK 个人的一个故事 这样子 所以anecdote 那这故事一定 不一定是自己的 你也可以是从 妈妈听来的故事 朋友听来的故事 这些都可以称为anecdote so basically it's a story 而且好像还要强调 anecdote里面有那种 amusing funny的感觉 大部分有啦 immers 泡在里面 所以要是你泡在 我们刚刚讲的 全英文的补习班 或者是全英文的幼稚园 英文的幼稚园 English immersion 然后加一个学校 这样子 English immersion immers 泡在里面 没问题 soul是灵魂 那他刚刚说的 有一个三部曲 黑暗灵魂三部曲 trilogy trilogy三部曲 然后说一个东西很棒 你除了说他great successful 你可以说他critically acclaimed 大家都称赞他的 critically acclaimed ravaged 整个被毁坏掉 所以你在一个 被毁坏的世界里面 然后你就想要来 当着一个ring的王 you want to be the king so essentially you are trying to be the new ruler of the new kingdom 好 大概这样可以了 希望你试试看这个游戏吧 或许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或许下面可以讨论一下 你玩的心情是怎么样 因为我看了一些 就连我追的一些那种 脸书上的 我觉得蛮不错的 像有个哲学家 叫做朱家安 我还蛮喜欢他写的文章 那最近就没什么写文章 因为他买了这个游戏 就直接泡进去 然后他还强调什么 忘了洗澡什么干嘛的 所以这个游戏 让人废寝忘食 OK so it's going to it's going to swallow you whole 再强调一次 好啦 anyway 讲到这里够了 我是Paul 我们明天见